说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 铁柱到火都应该还记得吧 铁柱这个小东西呢 咱们上次视频出现的时候呢 称重是494克 然后他现在的话 我感觉他这个体重呢 似乎增长了不止一点半点呢 这家伙他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呢 是他7月30号的样子 7月30号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两个月吧 还不到两个月 但是他这个体型呢 明显就肥了好几圈了好不好 更离谱的就是 我居然在一条蛇的脸上 看见了发塞的迹象 他现在从这边看的话 已经没有了一点王蛇的威严了 甚至 现在看起来还有点 还有点小许的待遇 据我初步估计啊 预计今年12月份的时候 他和傲人的双下巴就可以长回来了 好了非要不得说了 咱们现在撑下重啊 看看这小家伙他现在究竟多少克了 好非要不得说直接上秤 铁这个家伙还是一无就完的懒啊 这手机拉开来他都不带跑的 好的 直接上秤上秤 看了多少克了 现在的话是578克啊 只肥了个80来克 88克左右的样子 说实话长得还是有点慢 他长了88克 两个月却长了88克 不过我最近的话 有在刻意去控制他们的饮食 防止他们太过肥胖了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 这饮食控制还是相当成功的 可平时他一个月的话 起码可以肥出个50多克 乃至60多克的一个体重出来 虽然说现在长是长得慢一点 但是 他身形现在的话标准的离谱 虽然说还是有点些许的微胖的 但是 真的不影响整体的颜值 现在他这个身形 我会是今天里面体型最标准的一个身段了 再过多两个月的话 他 啊他 他 他身材又得走样了 但起码 但是他起码一年之中的话 还是能算那么个一两个月的 这样的看法的话 估计体验不出他的颜值 但是 你只这样子看的话 是不是就非常帅了 虽然说这样的盘起来 多多少少 还是能看得出 他身材有点些许的走样的 啊 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整体来说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黑王这个颜值 说实在话 在宠物室里面还算是非常的扛打了 但是 这怎么会看到颜值也叠当不住 他这个发福的身体啊 这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鳞片就已经开始粒粒分明了呀 这过多两个月 这个鳞片是不是又开始爆不住肉了呀 这 这都是小问题啊 但整体来说 黑王的颜值 应该还是能努力做他这身肥肉的 就比如说小理智 虽然说他已经发福开始玩起来水箱 但是 那也不住他还是小理智啊 颜值依旧是非常扛打的呀 不过话要说回来 今年咱们盘铁柱的吃素好像比较少 去年还比较多 因为今年别的蛇对咱们的诱惑性实在太大了 啊大伙也知道 人嘛 人都是花心的 不说是我 我也不例外 咱们今年台湾来的蛇实在太多了 这比如说什么猪鼻蛇路西呀 什么白变布鲁克呀 什么白化牛呀 什么白化白变牛蛇呀 什么 些乱七八糟的蛇 不开玩笑的时候 咱们从蛇房里面第一条蛇开始拍 拍到明年年尾的话 咱们蛇都可以不太重复的 但至于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呢 那是因为有些蛇说实在话 真的不是特别适合上街 因为啊 因为他们是会咬人的呀 并不是所有宠物 蛇都跟铁柱一样脾气如此的温顺 你们看 这铁柱给我薅它下巴 它都不带反抗的 动也都不带动的 这就是个别的蛇 它估计已经给了我来上一口了 所以 我们拍摄视频的蛇的话 基本上皮脾就是比较稳定点的蛇 那待会不要给这个表象所迷惑的 因为蛇这个玩意 说实在话 啊 说实在话 有举巴的东西都可能会咬人 宠物所以不意外 虽然蛇通人自身是没有毒性这个东西的 但被咬着也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咱们视频内容 咱们看着就好 千万不要模仿 千万不要模仿哦